一段时间吧 就我俩为了一个谜语 就吵起来了 为什么 谜语 猜了个谜语 不这有什么好吵的 哎呀 抬杠 开始抬杠 就吵 我们经常小吵 本来是一件事 就开始吵 吵得天翻地覆 最后吵得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 就吵成这样了 他就跟我吵 算了 我说因为咱俩说不清 咱就不说了 是吧 闭嘴 不闭嘴 哎呀 跟着我后边就要再说清 就得说清 我走到哪儿跟着哪儿 你还喜欢论理呢 对对对 他就越来说清 我有时候可能有点 有点执着可能 有点 你为什么事跟大姐掰扯过呀 我们两个就是经常 其实你要说 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吧 也不是 好多都是那种很细小的事 就是说这个吧 也是我们今天来这儿的一个原因呢 一个多原因呢 我们两个是经常是 为一件小事吵了 天翻地覆 他那个跟我吵的时候啊 就是说把你很多以前的事啊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都扯出来了 大姐你们最近一次吵为什么 不就是那个谜语吗 谜语 谜语就吵 吵到最后 我说我 猜了个啥谜吵的 哎呀 我都忘了猜了啥谜语了 反正就是记得是个谜语 那你们今儿来干嘛呢 我又不想能够过 我觉得没啥意思 真不想过的还是假不想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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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讲完呢 没讲完 后边还有更伤心的事 讲伤心的事 就为这个谜语 我俩跑民政局一趟 差点离了婚 他追着我 就得讲清楚 本来讲不清了 他就得讲清 我都快崩溃了 我一下子把我们家 一个玻璃插机 就给周翻了 后来他一看我周翻了 他把那个家具 一巴掌就给拍下了个门 我们家去 后来我说不过了 这没法过来 人家说不过就不过 人家同意了这回 平常从来他不同意不过 这回同意了 同意了 我俩就跑民政局去了一趟 去了民政局之后呢 看门的说你们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办离婚 他说周六周日不办公 改天再来吧 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回去以后他就后悔了 我就周日东要走啊 他就追着我 后来就又没事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他是老小孩 是吧 喜欢玩 您有业余爱好吗 我喜欢跳舞 因为跳舞的事会争执吗 我以前喜欢跳交易舞 是有舞伴的是吧 对 他挺支持我的 但是我们一起跳舞的那伙伴们 丈夫都不愿意让跳 不让去 去了就生气 完了要不打架 要不最后男的跟着一起去 人家吃醋 他没事 那您是高兴他没事 男人觉得他不吃醋 您心里 我不高兴呗 我回去我说 你怎么就没事啊 人家都有事 你凭什么没事啊 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呀 我说 是吧 大哥 我不是不在乎他 是因为他嫁到我们这边 是吧 我们那个家里边那边吧 没他什么亲戚朋友 我说他正好有这么一个爱好 是吧 我是比较信任他了 你信任我 我都不信任我自己 不是 您别 没事找事好不好 有点可怕这大姐 接着说后来怎么了 后来那个 后来前几年 我们单位就破产了 我就回石牙庄了 回来以后 俩人不就是 不是周六夫妻了吗 以前都周末回来 我就觉得这样 可能会好一点吧 感情在一起 结果他还是玩 下棋旅游 看球 也不怎么打理我 不打理我 我就跳我的广场舞 我就说 你跟我一起跳舞吧 我们那特别需要男的 而且我们打比赛 男的还给加分呢 有男的 我说你去吧 人家说什么呀 人家说 咱家有一个神经病就行了 这是开玩笑 这纯粹开玩笑 可能我形容的 不是特别恰的 我绝对没有诋毁 这个跳舞了 没这意思 我问一句 其实刚才大姐 说了一个细节 其实还挺重要 你们这种周末夫妻做了多少年 有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从您回来到现在 生活在一起多少年 十年 两年多了 这两年你们才解除了周末夫妻 是吧 对 那这两年是不是吵得更厉害 对 是最厉害的时候 对 这两年孩子不在身边了吗 在外地 完了就是我俩大眼瞪小眼在一起 都我们都就抬杠 一抬杠就开始吵 就冷战 谁也不理谁 那大哥愿意出去旅游 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出去旅游呢 我不喜欢旅游 我有这点时间我还干干家务呢 我收拾回屋子我洗洗衣服 是吧 我说你要是帮我多干点家务 承担一点 我就陪你去旅游 他不陪我 他不给我承担 我就不陪他旅游 叫着劲的 叫着劲的 是真想离婚还是假想离婚 真想离婚 因为前一段时间嘛 我跳舞崴了一次脚 给他打电话找不着他 根本就找不着他 不接电话 后来我们那个舞伴们 把我送到医院去 拍了片 把我送回家的 我就觉得 你看我都不能走路了 你在家待两条 最起码照顾我一下 还是跑出去玩去 不在家待着 我指不上他 我说平时指不上就算了 你关键的时候 你还指不上 俩人在一起 没有共同的爱好 没有共同语言 成天吵架 最后到这个时候 还指不上 这日子过得什么劲啊 是吧